陈道明1955年出生于天津 他祖籍是浙江绍兴 国家一级演员 在大家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位艺术家 荧幕中他塑造的角色 每一个都深入人心 演艺事业成功的他家庭生活也是很幸福的 妻子杜献1954出生于北京 中央电视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 他在节目中的端庄大访 与其家庭环境也有一定关系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他 复杰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夫妻二人与有一女 陈德1985年出生 意向低调的陈道明夫妇 也没有想把女儿当公主呀 13岁陈德便知身一人赴英国求学 现今31岁的陈格 是乐剧团青年演员兼舞蹈演员 早前夫妻生活照 二人高耳夫球场进照 度线年轻时进照 女儿陈格进照 还是很像陈道明的 女儿陈格进照 有人从前这样点评过陈道明 他是那种站着那儿 什么也不做就是一场戏 其实陈道明不止站着那儿 就是一场戏 做着更是像拍戏 不过他自己对演技是京交戏漏的 他曾说要是他一切的戏的重拍一遍 那将会更好 陈道明拍过的最文明的人物 是少不了康熙这个人物的 很多人认为陈道明演技虽好 但也简单被定型 适合拍比较严厉的人物 有点端着放不开 但人家陈道明偏偏一次次 突破了自己瓶颈 在电视剧《楚看传奇》中饰演的刘邦 推翻了人们以前对他的认知 刘邦的胆怯窝囊腹黑混不息 有心机又很霸气的感觉 统统体现了出来 可以说完全放开了 陈道明近年来拍戏不多 但拍戏很自在 只拍自己想演的人物 只挑选自己喜爱的 谁也无法逼迫他 在剑东马伊丽主演的《我的前半生》 钟陈道明这样的大腕 仅仅一个小副角 但陈道明不止狠情怨怨 并且饰演得非常超卓 就连靳东这样老干部 在刘邦哥面前也黯然失色 口碑也一直很好 简直与绯闻绝缘了 但不幸的是陈道明仍是有了黑点 这让他百般无奈 仅有一段绯闻就是和左小亲的 这件工作最终仍是亲者自亲 最终发现两人紧紧搭档联系 最多也就是教师和学生的联系 面临这样的误解 陈道明的妻子杜见 仍然挑选戏脈陈道明 情绪很超然 也立马不解说 戏脈就是如此坦荡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一般的女性 事实上杜献确实不是一般的女性 曾是文明的央视波音院 美丽大气 而又知书达理 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叫陈格 很奥秘 立马不知道陈格长得什么样 并且女儿也被误解过 网上一度认为 理念是陈道明的女儿 其实理念仅仅在茉莉花扮演过陈道明的女儿 而陈道明实在的女儿陈格一直很奥秘 其实陈格也是一名艺人 仅仅他不是娱乐圈的艺人 而是一名乐剧艺人 陈道明一家都是适当低调的 并且有常识有才华 陈道明自己也是琴其书画样样精通 在各种场合的体现 都能看出其道德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